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我把家里的WiFi关掉 他就会跟我大喊大叫 我要怎么跟他好好沟通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很多家长都在关注的 我想问苏青 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 但是我听到一个朋友 他跟我分享的是 他儿子从小学 一直到中学都很喜欢玩电脑游戏 然后直到中学的时候 他就开始有上瘾了 就是玩那个电脑越玩越长时间 直到到了中二中三 他甚至连考试的成绩就一落千丈 父母就很生气 有一天就把他的Laptop给没收了 那个时候他是中三嘛 男生 他就跟他爸爸打起来打架 这样后来怎么收拾呢 这个残局 这个事件过后呢 其实他们的感情不是很好 那有大概有两三年 其实儿子跟爸爸是不说话的 所以这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就因为这个电脑 其实孩子玩电脑 他们玩电脑过后 他们的情绪 其实真的是有点暴力倾向 而且比较亢奋 会 所以突然间你把他没收了 他的那个情绪他无法收拾 所以他很可能 而且父母是在最酷熟的时候 就是考试的时候 没有给他一点警告 就把他给没收了 这个也可能会激发到他的愤怒 所以这点 这点言词老师特别有话说 对 来来来 我是想说 爸爸妈妈们 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到像 刚才的那个案例 是真的很可惜 是真实的故事 千万不要搞成那样子 才去介入 而是要防微杜鉴 也就是说 一开始发现有这个苗头 就要做一些动作来处理 那么做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我想说 其实手机 电脑 游戏 如果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说 这是一个陷阱 如果你只是跟他谈手机 电脑的时间 这是一个陷阱 而你应该要谈什么 比如说 我们打个比方 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吸烟 你可以让他吸烟吗 不可以 你跟他说 我一天可以吸一根 一天吸两根 我们俩讨价还价 多少根是可以的 可以吗 不可以 这是一个陷阱 为什么我们说陷阱 如果是吸烟 你会谈什么问题 谈健康问题 对不对 你会谈健康 如果是喝酒 你会谈什么问题 健康加智商 加心智等等 电脑也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比方 不一定百分之百恰当了 可是电脑 他的沉迷 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其他替代品 他的心理的某方面诉求 没有在现实世界里面 得到满足 那我们要想解决 他沉迷的问题 就要在现实世界里 帮他找到那个 让他能够沉迷的东西啊 所以要就是要观察他 要理解他 同样的就是要理解他 要了解他 可能他缺乏运动 要把他这个精力发泄掉 就让他去参加一个运动 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他小朋友 很重要的一点 人生要有目标 他的目标是什么都没关系 他可以有很远大的理想 他也可以有很近的 我就是要在这个比赛里面 拿到什么奖 我就是要钢琴 在几岁的时候 我就要考到八级 我就是要学习成绩 我要怎么样 每个小朋友的目标 都是不一样的 甚至有小朋友说 我就是要学会做某一道菜 都没有关系 有目标就是好 就是一个健康的心理指标 所以当我们来谈 这个目标的时候 假设说我们拿学习吧 这是家长最常 希望孩子有的目标 你想得到这样的成绩 那我们来看看 你需要花多少时间 然后花了这些时间之后 那我们还剩多少时间 可以玩游戏 这个时候才来谈 而不是说我现在就游戏 来谈游戏 说你一天可以玩二十分钟 你一天可以玩一个小时 不对的 玩多少时间取决于 你把你现实生活当中 想做的事情 你做完了 我们看看还剩多少时间 如果你觉得不够 那我们把目标减一下吗 很多小朋友 如果他真的 平时你有保护他的上进心 他这个时候 他是不会同意的 他想要的那个东西 他如果足够强 我就是想拿第一名 他不会同意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讨论了 家长就可以来讨论 那怎么办呢 你看你又想玩游戏 你又想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比如说 那我们一周玩一次 好不好 或者是说 一周玩一次不够 那每天可能玩二十分钟 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定下来 当然 不是说定下来 这个事情就 一帆风顺了 那在过程当中 家长还要有一些监督的措施 实时跟他提醒 因为毕竟他是孩子 自控恋爱没有那么强 那我觉得青春期呢 是一个很不容易沟通的 一个年龄阶段 我相信所有的爸爸妈妈呢 都能够理解的 但是我们可以是用 言辞刚才说的那种方式 先理解他们 了解他们的情绪和想法 把他们当成是大人一样的 来商量 讨论然后慢慢地跟他们 连结他们的心呢 我其实自己本身年轻的时候 我其实也有这个叛逆期 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现在很喜欢音乐了 我甚至觉得说 他们好像都不知道 我喜欢什么音乐 我们来聊聊你 你喜欢的音乐的事情 如果以这个为开头 你还会不会说这句话 我应该不会 我应该不会说这句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